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做选择的是郑修颜队 他们和谭美威选择一样 也是保持原有阵性 不佳人 最后剩下于文文队伍 如果于文文再拒绝他们 两位老大姐的脸 硕实是没笛歌了 还好于文文很仗义 立口气吸纳了两位姐姐 并且在选择阵营的环节 他也是优先考虑了两位新成员的意见 选择战队纳英 挑战宁静 其实按照于文文的个人情感 他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待在宁静阵营的 毕竟从一宫到三宫 他们俩一直在一起 也建立了母女般的深厚友情 二宫的时候 他们俩一起合作舞台怪美的 两人的相处模式 像极了叛逆的女儿 和苦口婆心的老母亲 三宫的时候 于文文选中了家人 整个人都不好了 也是宁静一直在身边提醒他 让他时刻保持清醒 保持斗志 而宁静因为要演唱Stronger 一度崩溃到想要放弃 也是于文文及时送来安慰 妻职鲜明地站在宁静这一边 挺他 帮他解压 他们的母女情看得人感动 以至于四公分道扬镳 让人依依不舍 于文文做出决定后 反身抱住了宁静 没有一句话却让人感动 他懂他 他也懂他 从目前的振兴来看 于文文组已经是必败无疑了 乘风破浪是一个靠人气的节目 如果你人气高 那实力是锦上添花 但是如果你人气低 那基本就可以提前锁定败局了 于文文队里有赵梦 张强 唐诗意 他们几个人的观众喜爱度一直靠后 再加上这次新加入的胡信尔 许如云也是属于人气走敌的类型 和其他队伍做对比 于文文组确实是人气最低的那一队 再加上他们在选择阵营时 选择挑战实力更强的宁静队 失败的结局已经提前写好 第四次公演 宁静 纳英作为两季乘风破浪的C位 将率领三位世界出战 宁静队的是乘风破浪第一季的姐姐 李斯丹妮 金晨 孟佳这三位各有各的优势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强 就像宁静说的 他们三个已经是这个节目的天花板了 自从他们三来了之后 宁静瞬间陷下了身上的担子 开开心心地跟着他们练习 胸有成竹 而纳英迎来的三位师姐 来自乘风破浪第二季 荣祖儿 吉克俊逸 江应荣 他们三位虽然实力也很强 但是更擅长的是唱歌 综合实力也比浪一的三位师姐差了些 再加上纳英本身就是个老大男 唱歌是他的强项 但是跳舞绝对是鲁切 他们这一队的实力 比起宁静率领的师姐团 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在选择阵营的时候 聪明的郑秀妍 薛凯奇都不约而同选择纳英师姐队作为对手 因为迎面更大 第四次公演虽然还没有播出 但是网络上早就有了消息 最后的结果是宁静四战四胜 而纳英输得彻底 而郑秀妍队作为唯一挑战师姐成功的队伍 全员晋级 四公总共分为三轮 第一轮是队长PK 浪衣的师姐李斯丹妮和两位队长王兴林 郑秀妍一起合作的孟不落雨林 他们三都不约而同地穿上了粉色的套装 李斯丹妮还是她最擅长的酷帅风格 一身粉色西装既干脸又明亮 王兴林则是甜甜的风格 粉色上衣加粉色白折裙 一头波浪卷发 还是我们熟悉的甜心教主 郑秀妍的造型则更俏皮可爱一些 眉红色套装加白色贝蕾帽让人眼前一亮 他们三的实力毋庸置疑 挑战吉克俊逸 谭维维 余文文赢得不费力气 吉克俊逸和谭维维 余文文合作带来的是一样 整体风格偏硬朗 舞蹈很酷 很帅 很有力量 这一点从他们的服装都可以看得出来 黑色皮衣加银色亮片 既霸气又醒目 只可惜对手太强 随白有容 第二轮是挑战二代师姐 那鹰率领三位师姐率先登场 他们带来的舞台是信自己 四位表演 师姐表演完后 谭维维 郑秀妍分别率领处战 谭维维队带来的是野蛮生长 整个舞台造型也是偏野性 成员们都是皮衣吊带 豹纹 斑马纹 各种颜色贯涉其中 郑秀妍带来的舞台是恼人的秋风 整个舞台造型用了很多牛仔的元素 整个舞蹈又酷又可爱 第三轮是挑战一代姐姐团 同样是师姐们率先出场 宁静 李斯丹妮 金晨 孟佳 这个王家组合将观众的期待直拉满 而他们也没有辜负这份期待 据悉他们的优也是获得了全场最高分 余文文帅队带来你的样子 这是四宫唯一一个唱乐舞台 余文文 赵梦又拿起了自己最擅长的吉他 唐世翊也是玩起了乐器 并且小秀了一段舞蹈 张强和许如云两位大Vocal的表现让人安心 只可惜整体造型偏散乱 没有像其他队伍一样形成统一的风格 王兴灵队伍带来的是孤独送歌 一首缠唱度很高的歌 姐姐们的颜值很亮眼 只可惜服装脱了后腿 这套衣服看上去半身还行 但是一拉远景就全身 还真是惨不忍睹 白白浪费了五位姐姐的高颜值 三门PK下来只有郑秀妍两轮全胜 在第一轮的队长秀 孟不落雨林赢了 一样在第二轮对二代师姐团的挑战中 恼人的秋风同样是战胜了信自己 正因为如此 郑秀妍队全员竞技 没有一个被淘汰 而最终的淘汰名单 我们也早早地从网络上得知 而像许如云 毛不易 胡信尔 毛俊杰的实力和人气并不拔尖 一路走到四宫靠的是运气 这一次被淘汰并不意外 而许如云和胡信尔前期呼声很高 可越到后面观众喜爱度越低 他们在节目的参与度不高 习惯性抱团 向那影靠拢 回顾整个节目 也没有什么出圈的舞台 被淘汰也是情理之中 这个第四次公演 唯一意外的是王兴林队的成绩 照理说 他们队是人气最高的那一队 实力也不弱 颜值也能打 为什么没有获得全员竞技的名额 我以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王兴林队挑战的是浪衣姐姐团 他们的是公认实力最强 第二则是因为王兴林队不顺踩了两个坑 首先是这憋角的舞台服装 对比郑秀妍组合的谈媒为组 感觉用的是两部造型师 清一色的蓝色连衣裙 太简单 不够出菜 截了个图 像极了上次公司年会的表演服装 平淡无奇 其次则是徐梦桃的退赛 据悉徐梦桃是在四公演出前退赛的 在这之前 他已经和王兴林他们一起练习了很长时间 当然了 徐梦桃有更重要的任务 或者是为比赛做准备 为国争光 这没什么好指责的 只是他的突然离开 使得王兴林队伍原本的舞台被打乱 需要紧急调整 网传他们紧急加练到了凌晨四点 而第二天就要录制公演舞台 这个危机来得猝不及防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姐姐们的最终呈现 其实无论怎样 王兴林队都是稳稳地会走到总决赛 甚至全员出道成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